它的皮脆到你咬下去的時候 它會很像麥芽餅的感覺 它麻糬給的蠻多的 一般的麵線應該不會少有蔥 然後它的蒜泥非常多 我本人非常愛吃蔥泥 辣的一滴就非常辣 哎唷 好辣喔 哈囉 歡迎來到一彎日常 我是PY 今天我們來到了一中街 其實一中街我拍過蠻多次 不過今天是隨性的拍 其實沒有規定一定要吃哪一間 就看到我們想吃的就走去吃 然後第一間我想吃的是 這台有什麼路啊 要不要吃看看這個大雅蛋 第一間要吃這個喔 好隨性喔 好 我們第一間要吃大雅蛋 這一間在台中公園 靠近一中街這邊 這一間遊戲店旁邊 它叫大雅蛋餅 大雅是台中的一個第一名 還在開場的時候呢 就已經買到第一家大雅蛋餅 我不太想說第一家去吃那個 太平路跟一種街的 王蔭之棉 它的麻辣乾麵非常之好吃 可是我剛才看到它 是已經煎好了對不對 我覺得今天這集應該要蠻快的拍完 因為我剛才要走去 王蔭之棉的路上呢 我們就已經吃了第二集 太快了吧 它煎得蠻酥的 小燒焦的那種感覺 它皮很脆很脆 我每次晚上煎過這間大雅蛋餅 肉排超多的 嗯 蠻好吃的啦 但是就是很傳統的蛋餅 沒有很有特色 接下來我們吃的第二件呢 嗯 也在一中間這條街 它叫 迷你一口臭豆腐 我們點了一份 青麵線跟臭豆腐 它的麵線很特別 上面是有灑油成素耶 一般的麵線應該不會灑油成素 然後它的蒜泥非常多 我本人非常愛吃蒜泥 聞起來有點像那個 肉跟麵的味道 嗯 它的胡椒灑得非常多 可是它口味是偏鹹 它柴魚味道也很明顯 嗯 好吃耶 它這裡的臭豆腐呢 有分一口臭豆腐 可能正常大小臭豆腐 我們是點一顆一顆一顆的 這個叫 迷你一口臭豆腐 感覺就是它的招牌 然後我剛才夾下去的時候 感覺它是非常非常酥的那種臭豆腐 很硬耶 夾不下去 它是二十塊小塊 不過這個四塊小塊 應該就等於一個大塊 所以就等於是五大塊 它看起來很硬 不過咬下去的時候 它是酥酥的 吃起來很像菜脯飯的那種感覺 好酥脆喔 好吃耶 它這裡厲害的 就是有一般的豆瓣辣椒之外 還有這個 魔鬼焦辣度 一百萬 我們來吃一下 一百萬的辣椒 一滴就好了 會不會噴火啊 加囉 可以接受的辣 只是它才一滴 就非常辣耶 哎唷 好辣喔 嗯 大家斟酌一下 如果你很愛吃辣 這個可以加這個 不然你就加一般的豆瓣辣椒就好 吃一下它的泡菜 嗯 跟一般的台式泡菜 它算比較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不會到非常甜的感覺 然後你不加辣之外呢 它的蒜蓉香也非常好吃 這個也加了魔鬼辣椒 加了半死 好辣喔 這明天屁股會炸開耶 蛤 要吃辣的可以這間嗎 是 所以以前有帶瑞子來吃過 也有拍片喔 但是我那一次沒有很認真的分享 這次打算再來吃一吃 這間乾麵真的 很好吃 而且大家不要看它送上來的樣子 就是掰掰了 其實它的醬汁在下面 所以你要攪一攪再吃 它的醬汁有點像那種牛肉麵 濃郭的那種味道 而且它乍看之下不會辣 因為它就是咖啡色的醬 吃下去 有拉耶 不過我記得之前我是吃粗麵 粗麵呢它就是可以比較有嚼勁 不過細麵呢 的優點就是它可以吸附比較多湯汁 所以你吃起來的話你就會 每口都非常的味道 然後下面還有幾塊這種 小肉酥 那它這邊呢 品項還算蠻多 賣牛肉麵炸炸肉絲麵 然後小菜也非常多 而且小菜好像不貴 這間呢其實我們觀望非常久 嗯 因為它開這邊大概一兩個月吧 差不多 然後每次經過呢 爆炸多人 我們好像它開的前兩三天我們就來了 就大排長龍 然後我一直沒有機會來吃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不喜歡排隊的人 不過今天就破例為大家排隊 因為大部分吃小丸子的人都吃日串 對吧 可是日串在一中呢好像沒有那麼有名 在鳳家比較厲害 因為鳳家那間是旗艦店非常大間 大概排了10到15分鐘 其實還算可以了 它口味蠻多的 我看它有咖哩海苔蜂蜂芥末 還有一般的芥末原味 不過我們點的是美粉的 而且它美粉是粉紅色的耶 我要吃囉 感覺很燙耶 它的皮是脆的耶 很好吃耶 而且它的皮 它的皮脆到你咬下去的時候 它會很像麥芽皮的感覺 可是它裡面的那個薑其實不多耶 就是有點半空心 不過它的美粉有點甜 一份45塊 它蠻便宜的 好吃 我覺得如果大家想要吃美粉 不過你又不想要吃那麼甜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叫它少灑一點 因為它吃的粉加的有點多 而且它口味很多 你可以去選擇 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一起去吃的話 我建議你們可以點兩三種口味一起來吃 因為美粉如果不雷的話 其實它應該也算不錯吧 這要趁熱吃 因為如果它放走它裡面的那個薑可能會凝固 所以會比較沒有那麼的濕潤的感覺 這間呢在一米商圈附近 玉彩北路這個磚角 有很多吃的 它叫做雕像糖 什麼意思 然後它老闆是日本人耶 它會講中文 只是你可能發音要標準一點 不然它會聽不懂 然後我點的是卡士達有加麻糬 它加麻糬要另外加5塊錢 然後卡士達是40塊 抹茶呢是60塊 價位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整個外面的這個麵皮 全部都是用抹茶下去烤的 所以它單價就會比較高 我覺得這樣45塊其實不算貴 我看吃一口 有點乾耶 我們吃 我超麻糬的 有沒有看到 麻糬耶 有吃到卡士達就沒有那麼乾的感覺 不過它的皮真的是偏乾 它麻糬給的蠻多的耶 好吃耶 今天一中的五間小吃我們都吃完了 我覺得這五間都不錯吃 首先一開始吃的那幾間我都覺得不錯 蛋餅呢就是屬於比較古早味 然後好吃的東西 但是沒有那麼特別的口味 然後王蔭之麵跟臭豆腐真的是超級推 如果來一中想要吃個正餐 然後想要坐下來的話 可以吃這兩間 再來就是最後一間釣魚燒 它的內餡真的算好吃 不過如果它是變成雞蛋糕單吃 它的蛋糕體的話 你會覺得非常乾 搭配內餡之後呢 就變成非常好吃的一個甜點喔 今天這五間完全沒有踩到臉 而且以它們價位來說CP值算非常的高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影片就幫我打 還有今天就在YG用茶之前 掰掰 Fuck out 這間呢其實我 我要講話 我跟它講話 你有帶這個什麼 唉唷 這皮膚真的很漂亮耶 首先一開始吃那三間 三間嗎 72 9 10